这一刻轻轻轻的抱着我 再哼那首我喜欢的歌 可惜远返注定这样的结果 不是谁的错 不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 像雨中的花慢慢飘落 最后老去枯萎只有寂寞 紧紧的陪着我 有点舍不得心里好难过 眼中的泪悄悄的滑落 有点舍不得过去那个我 只会傻傻的笑听你说 有点舍不得心里好难过 孤单的夜晚无处闪落 有点舍不得过去你和我 一起去看花开花落 一起去看花开花落 老五 老五 龙大姐 如意在您家还好吧 他挺好的 我是来替他看看九叔的 还病着呢 九叔 人都烧成这样了 怎么不叫郎中啊 那您帮我照顾一下 我去啊 快去 九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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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之后 我对关于的人 还没有 他是 放在添沉口 does not matter 东西 你还今天 我都是 好 很好啊 怎么了 我想知道 你和我爸接下来会做什么 接下来 我打算 让你跟我一起推荐酒书 叶子 我知道 如意的事情 你一直在怪我 但是请你相信 算了 多了我不想解释 但是如意 会在童家受一段时间的苦 在这段时间里 我会尽心结力地照顾酒书 就算是对如意的 一种补偿吧 我都知道了 如意不嫁 是有欲在棋局之外 她嫁了 就是彻底地纠结在谭桐两家之间了 她仍然是你们最好的棋子 对吗 叶子 谁都可以在这个棋局里面 但是我最不希望看见的 就是你纠缠进来 对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马上会伤害 一年以后我来接你 第二 跟在我的后面 不行 不行 不远 不行 你放手 我求你了 你才不去的人就没了 本医馆早有规定 只有先付诊金 我才能出诊 你拿不出钱来 我是不会去的 你不是大夫吗 你治病救人 你到哪儿到哪儿我 我马上把钱给你行吗 不行 老五 我去 怎么了 高大哥 我给九叔找一大夫 他说没钱他不去 我身上没带钱 要钱是吧 是 哥 凭你也配当郎中啊 给我滚出无杂志 老五 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的大夫 跟我来 老五 你也来看九叔 我真的没想到你也回来 我是恨如意 可是并不代表我无情 是 况且九叔一直对我很好 他生病了挺可怜的 如果你真的很容易 你就不回来了 别说这些了 谢谢你 替他呢 他说过了 不是 误会ت 他是再研究你 能不能再开干吗 您自主 因为打破了 哇 和他命 quis 一地 一百种 闻闻而行 五百种 好 来 就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得走了 哎 童小姐 谢谢你能这么照顾九叔 我我求你也照顾一下如意 四若 四若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如果你真的了解我 你知道我不会为难如意的 四若 之前是我做得不太好 我把对很多事情的愤怒 都发泄在你身上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其实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自己 九叔生病的事 你能不能不要告诉如意 我不会告诉她的 我来吧 九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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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是咱们的老公人 是因为如意嫁人了 你觉得安全了 所以终于肯施舍你的善良了 你 你能别这么跟你妈说话吗 如果你针对九叔和如意 有同情心的话 那么我请你转告童夫人 好好对待如意 他只是打从心里怨恨我 这恨什么时候才是个逃亡 你给他点时间 可思诱等得起吗 谭家等得起吗 得找个人 帮他转过这个弯才行 帮你 死忽 我爹他怎么样了 放心吧 他很好 有老五 高秋朗 叶子 还有 他们都会照顾九叔的 谢谢你 你帮我谢谢他们 你这是 不然 找来了一个偏方 不 我要用手 把这些草药碾碎 不是有专门碾草药的工具吗 夫人说了 这个 要用手 我娘一定会百般地刁难你 你受得住吗 其实 每次想到我爹对我的疼爱之情 我就可以理解夫人的心情了 这点苦不算什么的 如亦 其实还有一个人在照顾九叔 他 思若 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 就是照顾好你哥 时间也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还要把这些弄完呢 小叔 你没事吧 我给你拿点药 不 我要看如意 我看不见如意 我什么药我都不知 明凯 要不然我去找思若说说 带九叔去看看如意吧 好 好 好 吴嘉雯 富朗哥 阿康 从现在开始 给我定请两个人 第一个是梅老九 第二个 这谭夫人的贴身丫鬟 云霞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就是把他们的祖坟给我抛了 也必须得搞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夫人请用茶 谭家的上等春茶 可见我儿子和这个高秋郎还真是交了心呢 来 来 来 把花放这儿 谭夫人 真是抱歉 我们高老板现在正忙 请您稍等片刻 你们在这儿等我 我先进去看看 好 带我去见你们家小姐 我们家小姐 我现在要找找 greensنا 那您看下一个吗 我们在这里 就是小姐 你自己想想想想想想想 能不能怎么看 我们最后想想想想想想想 我们要赏赏这个奖赏 那谁想想想想想 不能让他们见面 斯若 我知道你心里 对如意还有九叔 是有感情的 否则你也不会去照顾九叔了 你就想想办法 让他们父女见个面吧 免得要搭上他老人家的性命 明凯和九叔一起来的 对吗 是 我知道你心里面的纠结 可是 你知道如意身上 什么东西最打动明凯吗 就是他的善良和宽容 可我怕我的宽容变成纵容 如意已经嫁给你大哥了 让他们见见面又能怎么样呢 我相信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肯退一步的话 还能换来明凯的一份感激 否则你们俩之间 就只剩下误会和恨了 我娘出去了 时间不能太长 你让他们进来吧 谢谢你 四若 你把这身衣服换上 熟悉打扮一下 这是 九叔来了 他要是看到你这副样子 该心疼吗 九叔啊 先坐下来休息吧 九叔啊 你别着急 一会儿如意就来了 爹 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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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想你呀 如意是的 爹 如意 你还好吗 我很好 夫人还有私弱 对我都很好 如意 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谭笑也无需见面 我现在过得很好 不客户 我时常在诱惠 我为你好 就是你 不是我 就是你 就是你 我快说 你们自己 都没来 你愛你 你グッ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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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巧合 为了少爷 你忍忍 对不起 对不起 夫人 让您久等了 请恕罪 请坐吧 怎么了 请坐 别客气 请坐 请你兴隆 真是可喜可贺 夫人 在您的面前 我怎么敢自成老板呢 您叫我秋朗吧 今天到社下有什么指教吗 我来是为了明凯 明凯怎么了 你们是好朋友 他的事你也看得很明白 我也就不必遮遮遮掩掩的了 我本来以为 那个女人嫁了人 就可以消灵了 没想到 明凯他就像丢了魂一样 这件事情呢 我也看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 应该给他更多一点的时间 他是我们谭家的少冬家 再这么拖下去 查约会跟着他一绝不振不说 多少人在背后会直戳他 多少张嘴巴会唾弃他 夫人 您肯跟我说这些 我很意外 但是 非常欣慰 你的肯定谨 我对你 明凯 你吴起来 我就是 明凯 你 你就这些 要是 你 是 我 你 我 你 这么 easy 看一下 你 我 相信你 我 兄弟 我也就不把你当外人 你就是我们谭家的孩子 你一定要拉这个兄弟一把 既然您把我当作谭家的孩子 我也向您保证 我会尽心竭力地帮助敏感 那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你一定要劝他 尽快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茶园里 茶园经不起头 他只有振作起来 茶园才能重振起步 重振起步 怎么 茶园遇到困境了 愿不得你年纪轻轻的 就能有如此成就 你还真是敏锐 事不相瞒 自从我们老爷去世以后 我们茶园就面临着老主顾的流失 还有自己的周转问题 这算什么问题啊 资金根本就不是问题 只要您需要 我们聚存心 可以随时和谭家联合 不 谭家不需要联合 谭家需要的 是联姻 爹 您的身体好点了吗 爹还好 如意 你和爹说实话 你过得好吗 有没有受苦啊 爹 我就是照顾佟少爷而已 我能受什么苦呢 再说了 我还是这儿的二少奶奶呢 爹 我住在这儿 每个人都高看我一等 可以过着一时无忧的日子 这对于我这个出身贫贱的女人来说 也算是最好的归宿了吧 若亦 你说的 都是真心话吗 谭少爷 你并不了解我 我是过着苦日子长大的 其实我都后悔 没早点嫁给佟少爷 这样 既能改善我自己的生活 也能让爹过上好日子 我今天跟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我的真心话 我会死心塌地 守着我丈夫 我想明凯一定跟你提过 谭同两家 拥有制裁秘方的各一半 当初 给那两个孩子指付为婚的时候 我们就有言在先 生女那方 要把本家的秘方作为陪嫁 所以 现在谭家 就名正言顺地拥有所有的秘方 说实在的 明凯和思若 他们有的 不仅仅是一场婚约 而是谭同两家的盟约 明白了 夫人 这样 我呢可以保证 谭敏凯会回到茶园 但是 我没有办法向你保证 她的心会回到佟思若身上 因为说实话 我会想到佟思若是个好姑娘 你根本就不了解那种女人 她们唯一的本事就是勾引老爷少爷 希望有朝一日 踏入豪梅 好鸡犬升天 您怎么那么了解呢 夫人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 是有一点 明凯的事 就拜托你了 我先告辞 对不起夫人 是不是刚才我提到如意 惹你生气了 你喜欢黄玫瑰 你喜欢黄玫瑰 我的未婚妻叶子也喜欢黄玫瑰 怎么 您也喜欢 不 我讨厌黄玫瑰 真是可惜 这么美的花 您为什么不喜欢呢 如意 时间不早了 时间不早了 爹 你们也该回去了 我是同家的儿媳妇 要守同家的规矩 有空的话 我会再去看你们 老五 叶子 麻烦你们 照顾好爹 如意 你就放心吧 我会再去看你们 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如意 同家的规矩 你不知道吗 娘 爹 只是想我了 来看看我 看看你 我还希望耀东睁开眼睛 看我一眼呢 穿的花枝招展的 是果然想带我家偷汉子 是吧 娘 酒出来了 如意穿得好点 也是同家的体面 你闭嘴 她也配 如意自打架过来 一直没回过门 我挂念她来看看她 亲家太太 您息怒 谁是你亲家 你真以为她嫁过来 就来当我们家少奶奶呀 佟夫人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您这样直目如意 也改变不了什么 我会让你去 我会想一下 你也不想要 你去救她 您是否赶紧 乃 乃 你帮人 我赶紧 你去救她 我赶紧 我赶紧 你去救她 你去救她 我赶紧 我赶紧 你去救她 他要你去救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需要时间 我也请求你 希望你能理解 你恨我吗 我恨的是我自己 他们都说 如果哥醒了就是奇迹 我相信奇迹 秋兰哥 你说那个女人为什么看见黄玫瑰会紧张 不是紧张 是害怕 怕到骨子里头 因为我的母亲喜欢黄玫瑰 感情是这朵黄玫瑰扎到了她的心里 真是嘴上念佛心里有鬼啊 会有报应的 康 太天真了 这个世界上要是有报应 那还用报仇吗 对了 秋兰哥 你要的那笔现款已经到位了 不用了 战事用不着 为什么 谭家茶园现在不景气 正是我们借助的好时候啊 赌吗 谭夫人是一个宁可肉烂在锅里 也不愿意让别人喝口汤的处 因此她不可能让我们的钱 借入谭家茶园 照你所说 我们想借入谭家茶园 比想象中的更难 大小姐回来了 继续 叶子 怎么了 九叔闹着出院 他非要去佟家看看如意 我心里看着难受 就和谭明凯 带着他和老五去了佟家 谁知道 正好和佟夫人撞个正招 佟夫人炸了吧 你不知道 他说话非常绝情 而且还特别难听 如意虽然是脸上挂着微笑 可是 他心里全都是伤 你还笑得出来 难道你就不觉得愧疚吗 愧疚 今天会有人比我更愧疚 更痛苦的 有时候我真羡慕你 可以把自己的苦和罪孽 一股脑全忘了 就这么傻乎着 你可以抱个枕头 当成自己的儿人 可我的儿子 却把一个和你一样的女人揣在心里 你看见 他为了那个下贱女人 跟我拼死拼活那个劲儿 和他看那个女人的眼神 跟金人一模一样 难道我这辈子 就摆脱不了你们这样的女人 难道我们谭家的男人 都得要有这样的宿命吗 是不是我害你失去了儿子 我天爷 也让我尝尝骨肉分泌的滋味 我真的很担心失去我的儿子 可我抓他越近 他的心就离我远远 我真的好怕失去的 为什么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 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你比我幸运 这少情人 他至死不欲地挨着你 不哭 如果你和高江那个儿子还活着 大概 你和我们家敏感差不多大了 不哭 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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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出来了 我哭 我哭 你只是想不回来 我哭 他哭 你不是 我哭 你不哭 你不是 你和如意早就成了活死人了 那我还能怎么办 我是带着满腔热血从郭埃回来的 我是希望用我的思想 改变这里的陈旧 结果呢 我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唯一能改变的 就是我心爱女人的命运 我后悔了 也许我应该一开始 就控制我对如意的感情 或许他现在还能过得平静一点 他明开我告诉你 人的情感还有命运 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你不要希望改变这个世界 你得改变你自己 怎么改变 把你所有的精力还有才华 给我放到谭家茶园去 振兴祖业不光是你的责任 还会给你赢得 与世俗博弈的力量 你懂吗 您看 我的话可能有点重 听不听在意 但是你记住 想救如意 先救你自己 5.a. 参加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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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参加 在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把幸福留在原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